只有健康 生活才有质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老话 早吃姜 不要汤 姜作为常见的食材 其营养价值与要用价值在中医文化中历史悠久 生姜的辣味 香气和口感是很多菜肴的必备调料 同时也是一种常见的中草药 生姜所含有的姜黄素具有抗氧化 抗炎 抗肿瘤等多种功效 可用于预防和治疗许多疾病 此外 生姜还能够刺激胃肠蠕动 增强消化吸收能力 有利于改善胃肠功能和缓解胃肠不适 因此每天早晨吃点醋泡生姜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促进身体健康是一种值得推荐的养生方法 吃姜为何能保养心脏呢 根据相关的临床研究 吃醋泡姜让脾胃功能正常 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人体的健康和各个器官系统的协调运作密不可分 肠胃 脾胃是人体的消化系统 如果这两个器官不好 会导致很多健康问题 例如 高胆固醇 痛风 高血压 心脏病等等 都与肠胃 肥胃的健康有关 因此保持肠胃 肥胃健康对于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至关重要 不仅如此 夏季吃醋泡姜作用还大着呢 早上三片姜 补羊不上火 万病皆损于阳气 要想健康长寿 先要把人的阳气补足 醋泡姜是一种传统的中医饮食疗法 具有养胃 减肥 防脱发 预防慢性病 提升人体阳气的功效 不过要注意 醋泡生姜平时最好放冰箱里 这样不容易坏 早餐的时候喝粥 吃点醋泡生姜 不仅清爽可口 还能补气生羊 功效远远胜过补药 常吃醋泡姜 驱失寒 人体的湿气很大 驱失驱寒吃什么好 最好的办法就是食疗驱寒气 在所有能温暖身体 驱除失寒的食物中 生姜是可以长期食用 并无特别食用禁忌的 可以将生姜打磨成粉 泡水喝 用醋泡过的生姜 借助醋的收敛作用 把生姜的发散和温暖作用 发挥到极致 提高人体体温的同时 让体内湿寒消失 早上吃几片 养护脾胃 常听很多肠胃功能不佳的人抱怨 胃酸 胃胀 胃痛发作频繁了 饮食习惯的改变如贪凉饮冷 饮食不规律和心理压力的增加 让不少人饱受消化不良的困扰 我在这稍稍提醒一下大家 每天吃片醋泡姜 便可使上述症状得到缓解 姜有止胃含解腻助消化的功效 而醋有开胃活血的作用 用醋泡姜能更好地发挥调理脾胃的作用 适合脾胃虚寒和消化不良的人使用 每天三片姜防治关节炎 姜中的姜辣素对心脏和血管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能加快血液循环 每天使用两到三片醋泡姜 或服用醋20毫升左右 能辅助治疗关节炎 吃醋泡生姜降血脂 醋泡生姜是生姜里的一些成分 融入到醋中能促进血液循环 并降低血液中脂肪的含量 有降血脂的功效 建议高血脂高血压患者适量食用 自制醋泡生姜 食材 生姜一块最好选用鲜姜 米醋或陈醋一瓶 做法 生姜切片 把切好的姜片放到一个罐子里 倒入米醋或陈醋 醋倒满没过生姜 取一小块保鲜膜 折叠成一小块 把叠好的保鲜膜包裹在罐子头上 盖上盖子 密封结实 放到冰箱里一个星期后就可以吃了 注意不可空腹吃会伤胃 一天吃三片就够了 吃太多则会导致胃热 一定要在早饭时吃 所谓早吃姜 不要汤 这是因为将最善宣发阳明精的阳气 早晨7到9点 正是人体气血流注 阳明未经之时 此时吃姜正好生发胃气 促进消化 这样吃姜 缓解身体不适 生姜茶 抵抗空调病 去生姜3到5片 用肺水气开即可 生姜茶一定要趁热喝 因为空调病是肺胃受寒导致的 一定要喝热姜茶 才能驱散体内的寒气 帮助身体出汗有效排毒 生姜沉皮茶 开胃醋消化 去2到3片生姜 或2到3片沉皮洗净 沥干水分 用开水冲泡5到10分钟即可 红糖姜汤 缓解风寒感冒 去生姜10克 红糖15克 将生姜洗净切丝 用开水泡5分钟 闻火熬2到3分钟 加红糖调容 红糖姜汤 只适用于风寒感冒 或淋雨后未寒 不能用于暑热感冒 或风热感冒 生姜甘草茶 化坛止壳 将生姜甘草洗净 加适量清水 用大火煮沸 转用中小火煮15分钟左右 搅匀即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